大家好 本人是庄警政医生 在湾区行医有32年了 我的专科是脊椎治疗 这32年来 我有看了超过10万的病患者 大家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撞车后 不管有痛还是没痛 都要看医生 要看脊椎足 神经科医生 好 那我们活在这个社会啊 在湾区在美国 都需要开车咯 不管是你开 还是家人开 或是坐公共汽车 都要上公路 马路高速公路 难免呢 偶尔会撞车 对不对 撞完车之后呢 那该怎么办 San Diego Spinal Institute 的research 说他们用这些达米啊 这种假人啊 来做个试验啊 原来 速度5米以上 都能产生到颈椎 腰椎的错位 那很多观众啊 因为忙碌嘛 工作啊 还有家庭 照顾孩子 帮他们做功课 有时候撞车之后 就难免呢 没那个时间去看医生 就忽略了 那怎么办啊 他们就在家里吃紫彤片了 或者是不理不理睬他咯 说哎呀 希望他自己慢慢好吧 其实呢 这是非常错的一个决定 我跟你讲一个例子吧 我最近呢 有一个病人 他呢 撞车的时候 怀孕8个月 他本身呢 是一个医务人员 他在一个开大手术 房里做助理 因为他忙碌 而且又怕 去看医生呢 会影响孩子咯 他也不想吃药 他本身是医务人员 他对这些也有点尝试嘛 所以就拖了 生了小孩之后 隔了两三个月后 才开始发现 他的病况越来越严重 这是一个比较serious的case study 他呢 怎么办呢 他就发现 从撞车之后 这五六个月 他在家里 在工作上 跌到了八次 他失去平衡 睡眠也开始差 人没有睡的话 身体当然也会很差 头痛 脖子痛 而且我给他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试验 就是他走一条直线都走不行 当然了 怎么样在手术房里做工作 就没上班了 最后 一个病人介绍他来看我 那我帮他检查的时候 第一 当然要查出为什么他失去平衡 而且为什么经常跌倒 当然第一样我们要看 是不是有别的比较严重的病况 比如癌症 所以我们介绍他出去做一些检查 检验 通通都很正常 在下一步 我就帮他检查他脊椎 小脑 紧一紧二 他的紧一跟紧二的位置 差距太大 紧一就是小脑跟脊椎的 transitional area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他的紧一往右侧 所以就把所有检查出来的状况 就跟他聊一聊 他了解之后 就要开始做治疗 然后呢 两个礼拜 他每一天都来到诊所 调整他的警医 一次又一次又一次 两个礼拜 他这两个礼拜治疗的时候 没有跌倒过一次 两个礼拜后的治疗 他的脖子 他的头痛也完全好了 可是呢 还是有一点不太平衡了 可是他头痛 睡眠大大的进步 再多两个礼拜的治疗 总共一个月 他能走路 而且也可能走直的一条线 再多一个月 出足两个月 两个月后 他就回去 开刀手术房里上班了 所以他是一个比较幸运的 有好几个呢 就是撞车之后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医生也检查过 我没有癌症 我没有别的病况 可是没有去检查脊椎骨 医生 不知道是颈一颈二的错位 那他们时间在拖 在拖 那可以产生到他的肌肉萎缩 神经线被压迫 那就变成 产肺了 所以撞车呢 也有可能只是腰痠被痛 可是有一些啊 如果撞的地方 是在某一个位置 或是当 刚好你撞车的时候 头是撞着 跟太太 跟先生讲话 或是手 拿着一个咖啡杯啊 或是在动啊 看看那时候被撞的那刹那 你身体的位置是怎么样 跟以后的后遗症 很大的关系 所以最主要是 撞车之后 不要去污移他 不管他小痛 还是大痛 还是没痛 记住 马上去做个检查 San Diego Spinal Institute 都已经实验出来了 五脉以上都会影响到 我们的颈椎脊椎的错位 今天呢 我们就说到这里 希望大家保重 下一次见